夕阳的余晖吃力地从高楼大厦的缝隙中挤了出来, 透过西餐厅前面的落地窗, 洒落在卡座与木地板上。 西餐厅的客人很不少, 男男女女大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龄, 穿着光鲜,举止优雅, 刀叉盘叠,极少发出声响。 李娜收起羡慕的目光, 端着托盘, 小心翼翼将桌子上的碗碗叠叠收拢, 送到后厨。 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子, 大约二十一二岁, 眉头饱满,眉眼开阔, 相貌相当大气, 眼睛尤其美丽, 只是她的眼俭低垂着, 一副谨慎的模样, 却让这双大眼睛减色不少。 将手中的碗叠放在洗碗槽里, 就听见老板老腿的声音, 李娜,你明天早一点过来吧, 小丽请假, 你来管一下手严。 李娜吃了一惊, 你去买打洗碗, 使用水动作除以辑挖腹, 你去搗带只要输挖腰,